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学习StudyWorks 3D绘图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这个零件 水管接头绘制,要怎么画?今天就来画这个零件给大家参考 你也可以自己先画画看,如何快速画出来这个水管接头 那我们先来了解它们的外观与尺寸 这边眼孔中心距离165毫米,这边孔径24毫米 这边外径36毫米,眼角半天是45毫米 这边夹角40度 中间眼角是45毫米,底座厚25毫米,上面厚12毫米 这边高135毫米,这边外径64毫米,内径45毫米,外径120毫米 外径120毫米,PCD90毫米,孔径15毫米 那了解它们的外观与尺寸厚,那怎么样画呢? 我们就一起来画画看快速的把它们完成 我们就开始来动手吧 开新的档案,选择零件绘质,切点 选择上帝紧面草图绘质 选择线,集合建构线 在这边中心点画一条垂直线向上,切点 选择盐,这边画三个同心眼,切点 选择线,在这边画一条斜线向下,切点 选择,选择近色,选择近色图圆,近色于中间垂直线,切点 选择近色,选择近色图圆,近色于中间水平线,切点 选择智慧性尺寸,这边内径是24毫米 这边直径是36毫米 这边直径,改为半径45毫米 延伸距离是165毫米 夹角,40度 选择眼角工具,眼角半径是45毫米,选择端点 切点 选择特征,生长填料,给定深度,25毫米 轮廓,这里,这里,这里,切点 选择特征,生长填料,给定深度,37毫米 轮廓,这里,这里,切点 选择前提准备炒图绘式,图面转帐 选择,选择线,集合静缩线,在这边画一条垂直线向上 切点 选择线,在这边画一条垂直线向右,转切向五,垂直线向上 切点 选择智慧性尺寸,这边高,135毫米 选择点,在这边上,点一点,切点 选择智慧性尺寸,这边距离是,32毫米 这边距离是,85毫米 这边距离是,90毫米 眼角半径是,80毫米 这边高,360毫米 切点 结束,炒图 选择特征 选择参考集合,基础面,选择线 选择端点,切点 选择平面衣,炒图绘制,图面转帐 选择盐,在这边画三个同型盐 切点 选择,选择圆,这边画一个圆 切点 选择智慧性尺寸,这边孔径15毫米 外径120毫米 中间直径是,90毫米 这边内径45毫米 选择环状护处排列,选择中心点 选择护处排列图圆 切点 选择特征,生长填料 给定深度25毫米 方向 向内 切点 选择平面衣,草图绘制,图面转帐 选择 选择盐 这边画一个盐 切点 选择智慧性尺寸,这边直径是64毫米 选择内颜 参考图圆 选择特征,掃除填料 选择轮廓 选择 选择路径,切点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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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选择选择 参考图圆 选着圆 这边画一个圆 确定 图面转正 选着圆 这边画一个圆 这边再画一个小圆 确定 选着圆 改为几何建构线 选着智慧性尺寸 这边直径是90毫米 孔径15毫米 外径120毫米 选着环状 复制排列 选着中心点 选着复制排列图圆 确定 选着特征 深长填料 给定深度 25毫米 确定 选着正面 草图绘制 图面转正 选着矩形空地 选着中心矩形 在这边画一个矩形 确定 选着智慧性尺寸 这边宽20毫米 这边长64毫米 选着特征 深长填料 方向 成型 本体 选着本体 切定 选着 右肌准面 草图位置 图面转正 选着念言 参考图言 选着线 在这边画一条 垂直线下下 水平线向左 斜线向上 以颜相贴 切定 选着近色 选着近色图言 近色于中间垂直线 切定 选着智慧性尺寸 这边宽 114毫米 选着特征 深长填料 方向 两侧对层 给定深度 24毫米 路过 这里 这里 确定 隐藏 平面衣 再来 我们给它上个颜色 选择 黄铜色 切定 再来 将加工面 改变白色 选择 加工面 切定 切定 这样 这整个图形 就完成了 最后 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中心距离 165毫米 这边空间 24毫米 这边外界 36毫米 这边眼角 45毫米 夹角 40度 眼角 45毫米 这边高 25毫米 这边高 37毫米 这边距离 32毫米 这边距离 90毫米 这边距离 85毫米 这边眼形高 135毫米 这边高 360毫米 眼角半径 80毫米 这边距离 这边厚25毫米 孔徑15毫米 PCD 好 OK 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示范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 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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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希望看完这几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若有任何问题,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也请你告知指教 这种所谓教学相长,看得越多,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点一下赞,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哦 感谢观看